新赛季的季前赛已经开打,其中未免冠军,勇士队在季前赛首战就以势力告终。 不过这仅仅只是一场季前赛,每支球队不会为了胜利,而让球员却拼尽全力。 当然勇士队也不例外,勇士队的全明星球员,克莱对于新赛季也有了新的表态,其中在谈到新赛季能对勇士造成威胁的球队时,克莱直接无视火箭队拥有詹姆斯的湖人队,并表示,凯尔特人是最能威胁到勇士的球队,而克莱此番言论不无道理。 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洛杉矶湖人队,今下休赛期的湖人队虽然引进了詹姆斯这位现役第一人,但是从季前赛首场比赛来看,湖人队目前是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守,都是一团糟。 加上湖人队处在高手如云的西部,想要进军总决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毕竟湖人队目前是一支新浪球员交替的球队,要想将整支球队在公榜两端都磨合到位,至少需要花上半个赛季的时间,但是即便如此也很难战胜拥有四巨头的勇士队。 其次是火箭队,目前火箭队的季前三还没开打,不过今下休赛期的火箭队从阵容补强上来看,纸面实力看起来,在西部是最有希望击败勇士的球队,而火箭队的主教练德安东尼有意让安东尼出任替补,而让前两个赛季球队的第六人格登该打首发,这样一来火箭队的首发进攻火力会变得更恐怖。 安东尼在第二阵容中将拥有,无限开火拳,勇士队的首发虽然强大,但是利文斯顿和一个达拉领衔的替补阵容无法与火箭队的替补阵容匹敌,这也是火箭祭拜勇士的秘密武器,最后就是克莱清典的凯尔特人队。 在上赛季欧文与海沃德缺席的情况下,球队的其他成员都得到了很好的历练,而新赛季开尔特人已经全人健康,无论是首发阵容还是替补阵容都丝毫不具勇士。 封线上的杰伦布朗,海沃德,塔图姆,斯马特,莫里斯都是攻守尖辈的球员,足够应对水花兄弟与杜兰特,后卫线上有当家球星欧文与板邓图斐罗奇尔,内线还有霍福德与力量行中封贝恩斯,一族一对付考鲜斯,再加上用兵如神的主教练史蒂文斯。 凯尔特人会是勇士的最大劲敌,综合来看,凯尔特人对无疑是三支球队,中综合实力最均衡的球队,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是攻守兼备。 上赛季的常规赛凯尔特人在主场对战全员健康的勇士队时,利用强悍的防守完成了逆转,而欧文恰恰也是目前勇士队最忌惮的球员,所以本赛季会是全员健康。 凯尔特人夺冠的最佳时机 红柱 吉兰特人 뜻的理想